这是岳云鹏终身都无法原谅的一个人 以至于他每每提起便痛苦不已 当年岳云鹏还只是一个河南农村的辍学青年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他来到北京寻找工作 彼时的他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没想到却因一次啤酒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正值饭店的高峰期 也为客人太多导致岳云鹏寄错了单子 多算了一桌客人两瓶啤酒的钱 没想到客人为了这六块钱竟然大闹饭馆 对岳云鹏极尽无辱 这场面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 岳云鹏也当着整个餐厅所有客人的面 挨了三小时的嘛 这件事成了岳云鹏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最终岳云鹏掏出自己好不容易宰下的钱 帮客人买了单 客人这才罢手 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去 那天除了被客人羞辱之外 岳云鹏还被饭馆老板给开除了 要他立刻连夜卷扑个走人 足以见得那时候的他有多绝望 在黑暗中照亮他的是一位暖心的大姐姐 视频中的这个女人是岳云鹏苦寻十三年的恩人 多年后再次见到他的那一刻 岳云鹏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个女人叫做徐红 当年就是因为他的一床被子 才拯救了濒临绝境的岳云鹏 在老板让他卷扑个走人的时候 只有徐红一个人站出来为岳云鹏说话 让他先不要从员工宿舍搬出去 有个容身之处 毕竟这时政治寒动 岳云鹏这时要是沦落街头 日子肯定不会太好过 可惜最终还是遭到精力无情拒绝 就在岳云鹏失落地收拾东西准备走人时 徐红追了上来 将自己特地从学生宿舍拿来的棉被递给了岳云鹏 更是在之后的几天里 拉着小岳岳到处寻找工作 当岳云鹏丧失信心准备回老家务农时 徐红更是耐心地给他加油打击 一床被子 一句鼓励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暖 让岳云鹏留在了北京 如今岳云鹏早已功成名就 但他却会时常想起当初那个 在黑暗中给了他一丝光亮的姐姐 十几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找他 2016年 岳云鹏加盟了了不起的挑战 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 他向节目组提出请求 喜欢能够找到当初帮助自己的恩人姐姐 并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但十几年的变化真的太大了 当年工作的那家餐厅 如今早已被改造成了银行 仅仅靠岳云鹏记的一个名字读音 想找到他真的无疑是大海捞针 就在岳云鹏快要绝望的时候 节目组终于替岳云鹏找到了徐红 见到徐红的第一眼 岳云鹏再也无法控制情绪 潸然泪下 岳云鹏一边道谢一边 询问姐姐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之后一定会全力以赴 随后还邀请徐红去听她的相声 将自己的棉被天使正式介绍给在场的所有人 这个大姐的一句话 我就坚持了下来 没有想到要不起的挑战 帮我找到了这个大姐 徐红大姐 就做到第一拍 十三年的时光流逝 当年的一床被子 换来了岳云鹏的今天 时光改变了彼此的容颜 但无法改变的 是对彼此的牵挂 以及那些回忆中最美好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订阅